2012的信息对我来说 好似都是坏似 我非常喜欢 为什么呢 他给我定了一个日期 告诉我 在这个日期之内 我的经验一定要修成功 什么叫成功 最低限度是功夫成品 什么叫功夫成品 心里都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一个杂念 看到一切人是阿弥陀佛 看到一切动物是阿弥陀佛 看到树木花草是阿弥陀佛 看到山河大地是阿弥陀佛 变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 不是阿弥陀佛 我们就入阿弥陀佛境界了 你决定的圣经度 阿弥陀佛有没有给我消息呢 有 我在79岁那一年 那一年是个关头 我在卢江 身体有一点不舒服 到北京去呢 就变到了 住在旅馆里头 四天 他们找些中医来给我看 我自己心里有个感觉 说明到了 四十五岁 延长到79岁 真的 见到阿弥陀佛 是病的第三天 第三天 见到佛 境界非常清楚 似梦非梦 因为不像一般梦中的境界 就像我们睁着眼睛看的人 全清楚 我在床上睡着 醒过来了 看到天空非常明亮 在我面前是青山 没水 一重一重的 以后我到云潭 在大理看的 就像大理的青山一样 一层一层 看到了 满山遍野 全是人 面向都对着我 那么多的人 我都感觉到很奇怪 是不是听众 讲经说听众 这么多人 我这个念头起来之后 豁然那些人 全变成出生 我就知道不大对了 一个人都看不到 各个都变成出生 各种不同形样的出生 这个时候我念了一句 南无本斯 释迦牟尼佛 我每天拜佛 我在这边拜你们 大家看到 我第一拜 是南无本斯 释迦牟尼佛 第二拜 南无本斯 阿弥陀佛 第三拜是 南无本斯 皮鲁尼佛 几十年 养成习惯了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就念了一句 南无本斯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出现了 多大呢 跟天空一样大 看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全身放光 我又接着念第二句 南无本斯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不见了 就阿弥陀佛出现了 真叫信仰大神 神跟天空一样大了 就半变天 我接着念 南无本斯 皮鲁尼佛 阿弥陀佛不见了 皮鲁尼佛出现了 最后我念了一句 南无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现地像也是那么大 皮鲁尼佛没有了 这个时候 我就听到有人 在我旁边 我看菩萨像 没有回头 我一心专注 看佛像 这么大的佛像 从来没看见过 旁边人问我 你还有没有什么事情 没聊的 我说聊了 我没有事情 你还有没有人要见面 我说没有 我不需要跟任何人见面 那你全都放下 不是全都放下了 我现在只有一个念头 想跟佛到极乐世界去 不过 如果佛要留我在这个世界 帮助这些苦难众生 也可以 我听佛的丰富 这样就醒过来了 不想生梦 非常非常清楚 醒过来 病就好了 第二天 我回到香港 在香港 两个星期 就恢复下去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死过两次 我有两次 平临死亡的经验 这个经验太好了 我不怕死 我很喜欢死 不像别人 为什么我死了 到极乐世界去 亲敬阿弥陀佛了 我到那里去上学 去提升自己 成佛之后 像祝佛如来一样 在变法界 虚空界 帮助一切有缘众生 多快乐的事情 别人看到我这一生 过得很辛苦 我自己觉得 我这一生非常快乐 他们不知道 这我们境界不一样 也就是 想法看法都不相同 别人看这个世界灾难 我看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没有一样 不再帮助我救 帮助我提升 我自己心里很清楚 我有这个把握 任何时候 我走的时候 阿弥陀佛都会来救 感应到脚吗 不可思议吗 我们每一天 离开阿弥陀佛 这一部经典 就是阿弥陀佛 每一天都经 每一天 跟大家分享 坚固 不懂 不懂 决定不会受外头境界 动摇 不会受外头境界 影响 一切随便 不变 不变 随便 我们就真正的理论 就能破一切 而不为一切所破 你要是动摇了 你就被别人所破了 绝不动摇 什么事情到面前来 没事 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每天正常的活动 正常的生活 不受任何干扰 绝不动摇